Hello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PPT简报设计 动态环状数据图 这集应用了滚轮效果 转场转化与超连结 你可以轻松点选选项 快速换页 最亮眼的是动态环状数据 Donut Chart 可视感的数据比例展示 可以让观看者马上聚焦在 你的分析数据上 感觉挺酷的 赶紧学起来 下次简报时让他们眼前一亮 请你跟着我这样做 学好PPT升值又加薪 首先将画面分割 选择矩形 复制 选取全部后群组 调整至整个版面 去掉外框 取消群组 画面就分割完成了 填入色块颜色 左上角已经准备好色票 用色彩吸管填入即可 开始输入本案的主标题文字 填入白色 调整字形大小 与赤入字形 至中 调整位置 继继续填入 副标文案 这次的主题是 男女从事服务页的分析 会用到两组数据 再来 群组 好的 主标题输入完成 马上来复制投影片 贴入男女插画 调整位置 注意图片的相对位置对称 好的 复制男女插画 到投影片1 再来将插画移出画面 这样幻页时就有转画进场的效果 回到投影片2 点选转场 转画 持续时间改为1秒 OK 复制投影片2 新增投影片3 将插画与背景色块移出画面 记得色块边缘要对齐主投影片 再将男生色块拉至满板 接下来把文案填入背景色 这样幻页转画时就有淡出的效果了 一样 制作女生的投影片 好的 完成 置入预设好的文字 调整插图大小比例 图片移到上层 好的 男女投影片完成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步骤开始了 置入一个圆形 调整大小 高度宽度填入10公分 修改颜色为粉色 插入弧线 开始修改弧线参数 宽度50 颜色 然后将端点设定为圆形 这样就有了donut chart 调整位置大小 套入粉色圆形色块中 边缘对齐 好的 完成 接下来添入数据 至终对齐 注意看 开始调整环状比例 先调到50% 再退一点 就是49.75%了 好的 调整一下大小 套入对齐 将黄转chart 与色块群组 我们再插入一个圆形 作为背景圆 修改大小尺寸 将黄转chart 与色块群组 之前 至终对齐 调整位置 填入颜色 标准模板完成 开始置入动画 选择滚轮 就用第一个效果 调整动画时间为1秒 好的 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 看到了没 繁状的开头出现了断点 这样不好看 我们加个圆形的起头图标 编具要符合环状尺寸 放到环状的开头位置 好的 再来看看 OK 这样就好看多了 回到主页面 复制环状chart 到女生的投影片4 先修改颜色为蓝绿色 修改女生的数据 再来调整chart比例位置 先调到75% 再倒退一点 OK 我们来看看效果 OK 不错 接下来制作男女半夜的点选图 好的 再加入Home icon 好 插入超连结 选取文件中的位置 选择投影片2 这样就可以返回男女首页了 好 复制Home icon 到女生的投影片 修改一下颜色 好的 完成 选择投影片2 开始将男女插图也插入超连结 个别连接到男女对应的投影片 好的 复制投影片2 新增到投影片5 将主标题删掉 复制男女页面的环装chart 到投影片5 填入颜色 这样方便调整大小比例 修改尺寸 至终 修改chart宽度 调整比例 套入色块对齐 圆形起头也调整一下 数据大小调整 至终对齐 最外环修改比例 至终 改回颜色 调整位置 好的 马上来调整女生的环装chart 修改数据 比较页 插图至上 调整一下位置 对应 复制一个home icon 到投影片5 这样男女数据的比较页 就有啦 马上来做比较页的点选钮 对齐 对齐 插入超连结 对应到投影片5 复制 到女生投影片 好的 完成 接下来把男女换页钮 插入超连结 OK 大功告成 我们来看看总体效果 好 这就是今天的PPT示范案例 应用了滚能效果 转场转化 与超连结 你可以轻松点选选选项 快速换页 最亮眼的是 动态环撞数据 donut chart 可视感的数据比例展示 可以让观看者 马上聚焦在你分析的数据上 感觉挺酷的 赶紧学起来 下次简报时 让他们眼前一亮 学好PPT 升值又加薪 做法 追応 做法 作为